公元前221年 他终结了战国时代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 变定了中华版图的基本格局 更创立了一套 影响东亚两千年之久的 社会治理体系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 最具争议的皇帝 在人们的心目中 他是一位贪婪无情的暴君 他缔造的那个时代 是灰暗的 果真如此吗 一座陵墓将秦始皇 以及那个时代 深深地隐藏在厚厚的皇土下 但他的治国里面 以及所开创的法治文明 却对中国古代社会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千百年来 人们从未停下 对秦始皇以及秦文明的探索 神秘莫测的秦始皇陵 究竟隐藏了多少破解历史谜题的线索呢 十年的秦林卡古经历 让我有幸成为最靠近那段历史记忆的人 希望能通过对这些卡古资料的解读 为你揭开 蕴藏在秦林地下的一个一个的历史谜团 告诉你一个更竭尽历史真相的秦始皇帝 离山脚下 高大的秦始皇陵封土 彰显着这位千古一帝生前的权力尊荣 在人们印象中 帝王陵墓封土都是由一层层黄土夯住而成的巨大土堆 然而2002年对秦林的科学探测 却发现了风土内的异常 运用雾探技术 科研人员发现在风土里可能存在大体量的建筑 考古工作者的勘探进一步验证了这个发现 风土里竟然隐藏这一座九层夯土建筑 秦林为何要在风土内修建一座九层建筑 他究竟用来做什么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为您解读 秦林 尘封的帝国 风土内的九层建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2200年以来 秦氏皇帝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负面的形象 很多人把它形容成暴君 他尸杀成性 惨无人道 劳民伤财 大型土木 可是我们无法说清楚的是 为什么这样一个被几乎全盘附近的人 在被深度妖魔化的时代 所创造出的大一通的理念 以法治国 俊贤制等制度文明 竟然能够深刻地影响 古代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 时至今日 已然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历史 为我们留下了一座内涵无比丰富的秦氏皇帝陵园 而围绕塔所进行的四十多年的考古工作 使得我们这一代人比我们的古人更幸运 我们可以通过考古资料去回望 甚至重现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 在1998年 做秦氏皇陵考古队长之前 我对秦氏皇对秦朝的认识 和司马迁一来的中国古人 是没有多大区别的 但是呢 有了在这里前后十年的考古经历 渐渐地 有大量的清晰的明确的考古资料 所展现出来的 有比历史文献中的秦氏皇和秦朝的形象 在我的心目中不断地丰富和鲜活起来 从而对这位伟人和那个辉煌的时代 有了新的 也许更接近历史真相的一些认识 2000多年来 高大的秦陵风土一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它提醒着人们 那个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统一的国家 又被视为暴君的秦氏皇帝 就安睡在这高大的风土下面 风土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就是一座大土堆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除了张贤死者生前的权势和尊荣之外 这些豪费巨大的人类物理 一层层杭竹起来的巨大的风土本身 还有没有其他的内涵呢 尤其是秦氏皇帝的风土 有没有可能还隐藏着什么呢 秦氏皇帝的风土 从外观上来看 大体上是呈腹斗形 高五十余米 底部长三百五十米 宽三百四十五米 周长一千三百九十米 总面积达十二万平方米 相当于十七个足球场 关于秦陵风土的构造 几乎所有的文武考古工作者都认为 古代帝王脸目的风土 结构是简单的 就是由一层层的黄土 夯竹起来 但是这一阵是 直到2002年发生了变化 2002年 国家启动秦陵摇杆 与地球物理综合探查技术的 八六三项 主要任务之一 是用已有的物碳化碳技术方法 探查验证秦陵的地宫位置 大小 结构 埋藏物 以及陵园等建筑的相关问题 这一项目由三方协作完成 中国国家地质调查局的刘士义负责误探 煤炭地质局的谭克龙负责摇杆 秦陵考古队负责考古勘探验证 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 有一天 刘士义先生告诉我说 他们在风土里边发现了异差 可能存在了大体量的 不属于风土的一种建筑 听了这个消息以后 我压根就不相信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考古 发掘了不少的墓 也读了不少的考古资料 古的领目的风土中 有大体量的建筑 这简直是尊锁未闻 岂不是天风夜谭吗 刘先生和他们的物探专家 听到我的分析以后 也开始怀疑他们的探测结果 他们又重新计算了一次 计算的结果和上次一样 就是说 在高大的领目的风土里边 有一组人工汉族的 高大的汉土建筑 但我依然不相信 于是我就带着我们的勘探队员 从风土的顶部开始勘探 然后根据取出来的土样 从颜色 包含物 颗粒结构 来分析土层的成分 看看是不是 没有进过人为肉动的原始土 是不是经过人为处理的人工的构造物 下面是不是房屋 墓葬 道路 等等 结果击沉下去 就发现问题了 发现什么问题呢 原来呢 就在现有的风土下面 果真发现了 非常明显的高等级的建筑物的痕迹 我们发现了厚度在六七厘米左右的汉土 这种汉土呢 是秦汉时期高等级建筑的标配 广泛使用在帝王的陵墓 帝王的宫殿建筑 而这种现象 和我们从高大的风土侧面所看到的 那个汉层厚度达六七十厘米的状态 完全不一样 说明了在结构粗造的风土里面 含有一组紧致的夯土建筑 也说明乌炭考古的结果呢 是正确的 经过后来持续数年考古勘探 我们知道 在秦林的风土下面 确实有一组高出地面 三十米的夯土建筑 这个建筑呢 压在长方形木框的周边 上窄下宽 外侧呢 呈九级的台阶状 高路呢 相当于十层楼高 体量非常巨大 简单地描述一下 就是在秦汉汉陵的风土里边 掩埋着一座 呈台阶状的九层高楼 并且呢 这九层台阶上 含有木结构的 五面上覆盖有瓦的建筑 这实在是前所未见 非常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 秦林风土内 竟然埋藏着高大的夯土建筑 这令考古工作者非常震惊 因为此前在帝王陵墓风土里面 从来没有发现过建筑 那么当年修建秦林时 为何要修建这样一座夯土建筑 又为何掩埋在风土之内呢 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虽然此前陵墓风土之内 没有发现过建筑 但中国历史上 确实有在坟墓之上 修建房屋一类建筑的记载 这些建筑是用来祭祀的 难道秦林风土之内的夯土建筑 就是考古工作者 一直在寻找的祭祀建筑吗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 段清波继续为您解读 秦林陈峰的帝国 风土内的九层建筑 自由风土流行以来 帝王陵墓的风土里边 从来就没有发现过什么建筑 而秦始皇陵墓的风土里边的 九层台 以及其上的木结构的建筑 体量巨大 形质恢弘 如果不是被埋在风土里边 从远处看 那就是九层高的高楼 层层盘旋 高耸入云 不得不说 这是中国古代陵墓制度上的 又一创举 面对墓葬史上如此的创新 我们不禁要问 秦始皇为什么要在风土里边 给自己修建九层的高台呢 难道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祭祀建筑吗 虽然此前没有发现 陵墓风土内存在高层台阶建筑的 这种记载 但是中国历史上 确实有在坟墓上修建房屋一类建筑的记载 到了战国 这个建筑有了一个名字叫唐 后来又称为祥唐 是用来祭祀的 相当于供奉我们祖先排位的祠堂 1974年 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平山县 发现了一座高级别的亡灵 墓主呢 是战国晚期 实施处在赵国挤压下的中山国的国王 错 这座墓呢 虽然被造 等一下出土了不少珍贵的文物 其中就有一件 在铜板上刻制的赵玉图 赵玉图就是灵源规划的设计图 在这张图上清晰地绘制了灵源各个部位的尺寸大小 在同一座灵源上有五座灵物的封土 封土上面标明了王堂 王后堂 哀后堂等位置和大小 这些建筑应该就是做祭祀用的墓上建筑 从战国后期开始 人们对死去的亲人 除了定期在都城里的宗庙 祭祀以外 慢慢地出现在灵源祭祀亲人灵魂的现象 这些堂就是定期祭祀祖先灵魂的 和中山国王陵差不多时代的 河北邯郸的赵王陵 河南徽县的魏王陵 河北一县燕下都的燕王陵墓 在这些陵墓的上面也发现了 响唐一类的建筑 说明了战国晚期 已经形成了像中山王陵 咒语图中所展现的那样灵源的规划设计 那么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 在国军的灵魂风土上面 是否也有这种建筑呢 根据多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秦国好像并没有这种传统 秦人最早的灵区 为今天甘肃的李县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两座秦宫的大墓 墓上没有发现高等级的李制建筑 一直到了春秋中晚期 陕西凤乡雍城的秦宫陵区 在墓葬上才陆陆续续发现了一些建筑遗址 这或许和响唐有关 从战国的中晚期开始 秦宫秦王的陵墓移到了现在的咸阳和林统一带 但是在这些王宫陵墓的风土上面 没有发现建筑遗存 那么秦国的王宫陵墓用祭祀的李制建筑在哪里呢 从考古资料来看 战国晚期秦陵的祭祀遗址呢 应该是在墓葬的附近 而不是在风土的上面 2014年 在陕西临通战国晚期秦东陵的四号陵园 有一座中子形的大墓 在这座大墓的栏边呢 发现了一座凹子形的建筑遗址 在这些遗址里边出土了大量的瓦 研究者认为这座建筑 应当是这座中子形大墓的祭祀性李制建筑 秦治皇帝陵 无论是规模还是形制 都完全不同于早期的秦宫王宫的陵墓 它的祭祀性李制建筑会在哪里呢 从多年的考古发现来看 秦国早期的亡陵 似乎并没有在墓葬上建祭祀类建筑的传统 目前发现的战国晚期秦国亡陵的祭祀建筑 修建在陵墓附近 而不是在封土的上面 而作为始皇帝的陵墓 秦始皇陵无论规模还是形制 都完全不同于早期的秦国亡陵 封土内发现的九层建筑 会不会是秦始皇在地灵制度上的一个创新 把祭祀类礼制建筑埋在封土里面呢 秦陵高大的封土下面 就是埋葬秦始皇尸体的地宫 建造木矿时 会按照设计好的图纸来进行施工 地宫建好以后回田牧师 然后才可能建造九层高台和封土 如果把这个九层高台 作为祭祀秦始皇的想堂 那么后人在祭祀的时候 就要挖开封土 才能举行祭祀典礼 祭祀一次 挖开一次 祭祀一次 挖开一次 这种做法 逻辑上其实是讲不通的 那么用祭祀性的理智建筑 又在哪里呢 东汉人蔡庸在他的读段中说 古不目击 致始皇出秦 启祭目策 汉引而不改 就是说呢 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呢 在岭幕的一策 修建供皇帝灵魂起居的 秦殿建筑 西汉时期呢 也继续了这种做法 这是史料中 关于秦始皇岭幕一策 有祭祀性理智建筑的记载 而考古勘探 也确实在陵园风土西北策 发现了一处自北向南 呈左右对称的九近院落 这组建筑呢 很可能就是用于祭祀 秦始皇灵魂用的 理智性的建筑遗址 那么秦殿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你说到秦 那就和生活居住密切相关了 实际上呢 按照汉代的文献记载 皇帝陵园里边有秦殿 有遍殿 秦殿里边呢 陈设着死去皇帝生前的衣物 或者说使用过的器具 朝廷派专者的官员 负责日常的维护和管理 每天要给死去的皇帝 吃四次饭 完全像封死活人一样 服侍死者 从汉唐之子明清 灵园祭祀活动 墓地祭祀活动 一直长盛不衰的根源 就来自于秦始皇时期 史料记载 秦始皇陵园祭祀的建筑在陵墓一侧 而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一记载 汉唐以来 陵园墓地祭祀活动的兴盛就来源于秦始皇时期 秦始皇设计建造这样一座特殊的建筑究竟有何深意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继续为您解读 秦始皇尘封的帝国 与封土内的九层建筑 《汉书甲山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史皇死藏湖离山 离徒数十万人 旷日十年 下彻三泉 何彩金时 夜同顾其内 徒其外 疲异诸玉 事与翡翠 忠诚观游 上乘山林 这顿文献呢 前面几句和史记所记载的基本一样 但就是最后一句 中乘观游 上乘山林 是史记里边所没有的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上乘山林 比较好理解 就是高大的风土 像山一样 上面种植有 淤淤淤淤的林木 礼记里边就曾经说 尊这秋高而树多 避这风下而树少 周里里边也说 以绝等为秋风之度 白虎通也说 天子焚高三刃 树一松 诸侯半只 树一百 大夫八尺 树一轮 氏四尺 树一怀 文献和考古资料是一致的 也就是身份高贵的人 风球就会高大 树木就会种的多 身份低的人 风土呢就会低一些 树呢就会种的少一些 天子的风土种松树 诸侯呢种百树 施大夫呢种百树等等 纪别不同 树木的种类也不一样 秦陵风土是个半喇子的工程 既然没有完工 也就不会有上城山林了 不过呢 后世学者对中城官游 都未曾做过注视 中城官游到底是指什么呢 有一本古代的字典 叫师民 他说呢 官官也 其上可居 登之可以远观 故未知观 也就是说呢 官是作为一种高台建 它可以用来登高远望 如果我们回头来看 风土下建筑的样式 感觉呢 它更符合官 也就是高台建筑的外形特征 而九层呢 也恰好符合秦氏皇帝 九五之尊的身份 九这个数字 在中国古代具有特殊的含义 古人认为 九在杨树 也就是基数中最大 有最尊贵之意 于是古人多用九这一数字 来附回帝王 与帝王有关的事物 也多用九来表示 帝王被称为九五之尊 西州更制定了 天子九鼎这样的用鼎制度 所以秦陵风土内的 夯土建筑为九层 是为了与秦氏皇帝 这一天下独尊的身份 相匹配而建造的 秦氏皇这样一位 认为自己得奸三皇 功过五帝的君主 想用九这个数 当然也就是在秦里之中的 因此我觉得 汉书里边提到的 中城官游 就是指秦陵风土一下 地宫以上的制度 九层的高台建筑 那么秦氏皇 为什么要修建 这一座九层建筑呢 难道极竟是为了 体现皇帝九五之尊的身份吗 从商代和春秋时期 灵目上单一的响唐 再到战国晚期以来 灵目旁边的寝殿建筑群 祭祀建筑规模 作用都在不断地 完善和革新 可以说呢 灵目制度的发展背后 也反映了古人对生与死的认识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灵魂观 万物有灵的认识 有着悠久的历史 古人认为呢 人也一样 是由肉体 祸和灵魂两部分结合而成 人的灵魂可以寄居于肉体 又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 人死后 灵魂便利开人体 移居升天而去 所以呢 古人意义呢 生 世之以理 死 藏之以理 祭之以理 为传统 诚心诚意的祭祀祖先 众思 上思 礼 人们的基本信念之一 就是不死其亲 也就是说 不把死去的亲人 当成顽固的人 而是把他当作 灵魂仍存的活人 这个活人 到了特定的时间 就要出来寻游 接受后人的祭祀和供奉 在这种不死其亲 观念的支配下 誓死如生的丧葬礼 便在中国的传统丧葬礼书中 得到了充分的反应 那么秦始皇陵 会不会也是这样呢 秦始皇对他死后的世界 做了哪些安排和设计呢 做了近十年的秦陵考古 秦始皇陵给我个感觉 就是皇帝里面 贯穿了整个地灵的建设历程 灵魂的设计 也确实做到了 誓死如生 秦始皇生前不惜 国家的财力 人力物力 进行大规模的都城建设 以显示其皇帝的个人权威 那么他死后 必然也将这些 与他日常生活 灵魂世界相关的 高等级的建筑公关 以及他亲手创立的 百官政治系统 一同带入地下 希望能够延续 皇帝的使命 在阴间的帝都 继续统治这个国家 这些都已经被 考古发现所证实 而作为灵源 附属部分的 灵秦建筑群 也正是为了方便 秦始皇帝的灵魂 接受祭祀 供奉而设计的 或许正因为秦始皇生前 喜欢高台械美宫史 并且有过多次东旬 视察民情 国情的经历 因此我认为了 汉手里边提到的 忠诚官邮 也就是风土里边 这座九层之台 它的作用 同史记里边记载的 公关百官一样 满足了秦始皇的灵魂 向他工作休闲之下 走出地下宫殿 登关巡游 俯瞰帝国的需求 可以想象 他是希望在身后 仍然能够守护自己 亲手开创的帝国 这样的话 一个深深牵挂自己帝国的 秦始皇的形象 越然眼前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也欢迎你关注栏目符号 一同探讨历史 品度文化 解析法律疑点 难点 再见 有人说之所以秦陵地宫 保存这么完好 是因为秦始皇在修建陵墓时 往地宫中倾注了大量的水银 这可以防腐防盗 那么地宫中真的有大量的水银吗 秦始皇为什么要在自己的陵墓中 放置水银呢 地宫水银 下期